哇 师傅 我来我来我来 哎呀 你呀 一看见肉就来劲 先把卤汤给我们热起来 好呗 你看你看你看 你天然气都没开 忘记了 就不知道吃 师傅 干嘛天天要热这个卤汤啊 多么天然气啊 你知道我们熬一锅卤汤要花费多少成本吗 而且这种热鸡夜雷 熬制的卤汤 它卤的东西更加的醇厚 香味更浓 如果我们每天想卤一个东西 再去做一个卤汤 那就更浪费成本了 而且我们每天坚持这么做 锻炼的是我们的耐心 细心 亦永恒的坚持 师傅师傅 要每天坚持做好一件事情 真的不容易 嘿嘿 懂了吧 来 加一点汤下去 好 好 这个可以冷水下锅 你知道吗 好 冷水下锅 冷水进去 要在锅盖 水开来以后 我们的程庄上的量 冲出去以后它会随着蒸汽 把那个心里走掉 食品安全最重要 你知道吗 我们冲出去一个是福德 还有一个就是食品安全 这一层叫新的 你看 它汤色是有的 前面不是叫你加的汤吗 那它肯定它的香料还不够 对不对 来 帮我们自己的卤汤拿过来 冲这么一瓢就OK了 好 然后这个关中火 嗯 不要那么大的锅 把它放入 好了 好了 炒了没有 哎 你又在烧吃啊 没有 叔叔 我只是尝一下鲁汤咸不咸 嘿 我还不当体 烂了没有 烂了 嗯 差不多了 关火 让它焖煮一个小时 嗯 OK 哇 太香了 哇 香哦 好 稍微给你尝一下 好 煎熟 哼 好吃 叔叔 所以你今天看得最好的人在这里 哇 艾伦到底来批評我 嘿 哇 我的口水都出来了 嗯 真的吗 加点辣椒的盐素 来 鸿韵当头 上菜 好 哇 香喷喷啊